我對這一次登山的一個所見以及感受到以及一些心得跟大家簡單的分享 好 我們看下一張 好 下一張 好 那昨天非常奇妙的 因為去年的元旦就是年初我們也是到高雄茂林的龍頭山那邊登山 那在那邊看到老鷹的飛翔 昨天到嘉義的石桌登山步道 我們也是剛開始走物資步道的時候 結果大家就有看到老鷹也在旁邊盤旋 所以我就想到了一段經文就是說 但那些仰望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利 他們必如鷹掌翅上騰 然後他們奔跑卻不困倦 行走也不疲乏 這好像是要上帝給我們的鼓勵 我覺得這個上帝很巧妙的安排 讓我真的覺得非常的驚奇 好 我們繼續 這是那個我們第一個走的一段步道 就是物資步道 那裡是開始一路上的斗 也是整條路也我覺得蠻辛苦的一個路段 好 我們看下一張 那其實昨天這樣團體在走啊 就是昨天大家有聊到一句話 就是一個人走得快 但是一群人走得遠 我覺得登山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你一個人走的話 可能你速度很快 因為每個人體力不同 你走得快也有可能遇到一些狀況 就是比如說我們可能會走到岔路 走得快也會走到岔路 也有可能你走錯路了 然後可能會讓你在無功而返再走回來 可是當一群人走的時候呢 大家彼此互相扶持 互相相挺 互相照顧 然後我們有共同的目標 一致的目標往前走的時候 反而是可以走得更遠的 所以我覺得昨天這樣子的一個爬山也讓我們看見了 祖很奇妙的一個恩典 就是在我們關係的連結上 我覺得大家就是 可能像我們走到 走到第二段茶子步道的時候 就有弟兄可能會 因為稍微受到一點風 那可能頭痛啊 可是我們就可以立刻停下來 然後彼此給彼此供應 然後彼此給彼此連結 然後有了力量之後 我們再繼續往下一個步道前進 好 我們再看下一張 那我看網路上有一段經文 他就是說有一個人在登山啊 然後他氣喘吁吁的 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 然後他當他看到那一個喜漢山的時候 他就說我要向山舉目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他因為他很喘的 他覺得可能他過不了這個難關了 然後他覺得身體非常的疲乏 然後很沒有力氣的 那他就說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然後其實經文裡面就說 我的幫助從天造地色的耶和華而來 對 其實我覺得上帝是我們的幫助 其實他在這一段登山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覺得他給我們很多的一個慈愛 讓我們可以互相的扶持 這也是上帝的幫助 所以有一句話說 萬事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其實就是讓我們在透過這樣的活動裡面 去感受到上帝溫暖還有的慈愛在裡面 好 我們看下一張 然後其實我覺得再高的山 只要有上帝的幫助 就一定翻得過去 如果你爬山爬到很累的時候 有時候氣喘曲鬚啊 你可以抬頭看一下天空 對 仰望耶和華 其實我相信他會再給你力量 繼續走下去 所以再艱然的道路啊 其實只要有耶和華看顧 我們一定可以平安的走過去 這是我覺得昨天也是很棒的一個心得 我們看下一張 那最後呢 其實就是我們到一個步道的時候 結尾那邊呢 就是由牧師帶著大家一起唱一首歌 那首歌就是可能待會我們要一起唱的 那這個是從費力比書 在故事章子安節裡面 我靠著他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覺得很多時候我覺得人生都會面臨到一些挑戰 然後也會遇到走到非常氣喘吁吁的狀態 就像我也是常常遇到氣喘吁吁的時候 也會常常走到低谷 覺得 哇 怎麼會這麼困難 可是我覺得感謝我們是天國的指名 我們有上帝的依靠 我們可以再有力氣繼續走下去 感謝主 以上是我的分享 那最後一張影片 這就是我們昨天唱的那一首歌 那信世未曾看見 依然仰望實價 信世完全交托 深知足以掌權 我靠著那家給我的力量 凡事都能做 或風浪或低谷 主平安在我心 我靠著那家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行在主的旨意 我凡事都能做 感謝讚美主 謝謝主 我覺得一年的開始第一週 他就給我們一個很豐盛的一個攻擊 那在此我們要謝謝上帝 感謝上帝給我們這麼豐盛 這麼豐盛美好的一個時光 感謝讚美主 謝謝主 以上是我簡短的分享 謝謝 好 感謝讚美主 那牧師在想說 2020年的第一篇講到 要跟大家分享什麼呢 那 當我回顧過去一年 神在 上帝在永康成光的恩典 我獻上感恩 那 在去年我們有十位 弟兄姊妹受洗 有十位弟兄姊妹受洗 那 而且 這些弟兄姊妹還在教會 這感覺就是事情 有時候受洗 有時候 你知道啊 那個惡者會來殺害偷竊毀壞 對不對 但是這些弟兄姊妹 都還在教會當中 感謝神 不僅如此呢 在去年 我們在 一起完成的跳蚤市場 社區的民眾進到我們當中 去年年底 我們還完成了聖誕報家音 還有歡慶主日 感謝讚美主 並且在過去這一年當中 上帝興起更多的同工 不管是在小組 在敬拜 在音控 投影片 招待 主義學 老師 我們有更多的同工被興起 上帝帶領我們進入擴張的季節 擴張的季節 但是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的神是做新事的神 意思就是說 在新的一年 祂會帶領我們 有新的挑戰 也有新的恩膏要賜給我們 所以呢 牧師在想說 在2020年我們需要有一個新的眼光 能夠看見上帝要做新事 有新的帶領 所以今天的主題叫 2020新的眼光 跟你旁邊說 我們要有新的眼光 我們要有新的眼光 阿門 我們來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祢 讚美祢 謝謝祢今天招聚我們 在神的家中一起歡喜快樂 並且我們回顧過去一年 祢的恩典真是夠我們用 我們相信主祢是做新事的神 祢告訴我們說 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 是要在沙漠開江河 在曠野開道路 主我們向祢來禱告 在祢沒有難成的事 主我們向祢來禱告 今天祢要兼顧我們 每一個人的信心 在基督里站立的文 感謝讚美主 禱告奉靠耶穌基督的名 阿門 好首先呢 過年要到對不對 所以過年我們都很喜歡有祝福 你喜不喜歡有祝福 你喜不喜歡別人祝福你 喜不喜歡 喜歡 那你知道過年我的爸媽呢 就是很好玩 他會包紅包給孫子孫女 也會包紅包給我耶 他說那這沒有什麼意思嗎 包鬼又包鬼 但是他們的觀念是不一樣 他說你永遠是我的孩子 那紅包袋裡面多少是一回事 我要祝福你 哇你知道嗎 人喜歡祝福對不對 喜歡祝福 同樣的 我們的上帝呢 也祝福我們 你會說 哇對啊 我希望新的一年有這個 有那個有上帝的祝福 但是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其實上帝已經祝福了你 這位上帝 祂是祝福的源頭 而祂已經祝福了你 你說有嗎 牧師才這個 2002年剛跨過來對不對 上帝已經祝福了我 上帝已經祝福了你 在以佛所書 今天我們來看幾處經文 要看見 其實天父上帝 已經把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在耶穌基督裡面 已經賜給我們了 我們就一起來看 現在看以佛所書 一章三到五節 好我們一起來念這段經文 三到五節 一二三 願送贊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祂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 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裡拣選了我們 使我們在祂裡面 成為聖節無有瑕疵 又因愛我們 就按著自己意志所喜悅的 預定我們 藉著耶穌基督的兒子的名分 所以你看第三節喔 保羅一開始他就讚美神 對不對 他為著什麼讚美神呢 他為著這位父神 已經曾賜給我們 什麼叫曾賜給我們 就是說 不是說可能要賜給我們 也不是說將會賜給我們 是已經 是已經賜給我們 所以天父上帝已經賜給了我們 賜給我們什麼呢 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代表這些福氣 會不會來 會不會來 天上來的 是屬天的 是從神而來的 跟地上的不一樣 跟地上的不一樣 是從上頭而來的 原文的意思是屬天的領域 那是上帝所有的 那是上帝所有的 他要賜給我們 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而他是屬靈的 意思是什麼 其實屬靈的意思 他原文的意思 是跟聖靈跟生命有關的 是跟聖靈跟生命有關的 是因著我們領受的聖靈 這些福氣就會臨到我們的生命當中 是跟聖靈將在我們生命當中 做的工作有關的 所以上帝說 他已經將各樣屬天領域 與聖靈生命有關的祝福 都已經怎樣 賜給我們 你說在哪裡 在哪裡 保羅說在哪裡 在牧師這裡 沒有啊 在哪裡 在基督裡 在耶穌基督裡 已經有各樣天上屬靈的福氣 如果現在基督已經在你的生命裡 代表你已經有各樣天上屬靈的福氣 所以一開始我們要來看 到底上帝給我們哪些福氣 哪些祝福 第四節告訴我們 一開始告訴我們 這個福氣呢 包含什麼呢 包含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裡就怎樣 拣選了我們 親愛的家人 講到拣選 牧師就會想到一個畫面 好像我們去市場買東西對不對 那有時候你在市場 有些人買東西要這樣 會拖啊 對不對 要拖這顆剛好 黑黑不好 拖這顆 要撞到不好 拖來拖去 拖到拖去 就拖到一個 什麼 好的對不對 所以 當我們人 我們說我們要去買東西 我們都會拣選 那上帝的拣選是什麼呢 聖經告訴我們 不是隨便拣選 也不是臨時拣選的 是在創立世界以前 就拣選了我們 你知道 當上帝拣選我們的時候 祂是在祂永恆的計畫裡面 祂已經認識你了 而且祂計畫 預定就是要拣選你 而且祂定義會拣選你 而且祂定義會拣選你 馬接博士 是在台灣宣教史上 很重要的一個人 大家都很清楚馬接 但是 大家有沒有人知道 馬接博士的夫人 馬接博士的太太叫什麼名字 知道 知道牧師給他一個獎品 知道牧師給他一個獎品 不要Google 好 我就留著 好 來我們看一個圖片 這是馬接博士的全家福 她娶的是一個台灣的太太 台灣的太太 那在最旁邊那一位就是她 就是她 你覺得馬接博士的太太 她的名字叫張聰明 張聰明 所以你覺得她看起來的樣子 跟她的這個 給你的感覺 跟她的名字是不是相符合呢 是嗎 對不對 看起來她就是 好像很有智慧的婦人 才德的婦人 把她孩子教養得很好 中間兩個女兒跟一個孩子 但是你知道嗎 張聰明原名不是叫張聰明 她的名字呢 其實是 有一個諧音 叫長啊 長啊 不是聰明 叫長啊 什麼是長啊 你知道以前的命名是這樣 你聽過那種 以前是重男妻女嘛 有那種叫 亡妻啊 亡妖的 對嗎 所以什麼是長啊 在過去 在過去 你如果去買魚買肉 她會送你什麼 長啊 意思就是 說什麼 送禮的 這送禮的 有也沒 好不也好 嫁姐沒關係 送禮的 所以 張聰明女士 她以前的名字叫長啊 她是被送給人家當童養席的 童養席的 所以她的一生的命運 看起來在人的眼中已經怎樣 已經被設定好了 但是沒想到上帝的簡選非常的奇妙 當她十二歲的時候 她要結婚的對象過世了 童養席她已經有指派婚姻的對象 她過世了 那時候呢 馬接博士呢 建立了 開拓了第一間的教會 於是呢 這個 那時候不叫張聰明 叫長啊 就到那間教會去參加 在那間教會裡面呢 馬接博士開始呢 就教導人學習羅馬字 也學習英文 哇 原來這個 長啊她以前當童養席 也沒受過教育 但是當有人願意開始教導她的時候 她竟然她每一次的成績都是第一名 都是第一名 於是馬接博士幫她改一個名字 說你不要叫長啊 你要叫什麼 聰明 你就叫張聰明 不僅如此 張聰明女士後來嫁給了馬接博士 後來馬接博士建立了淡水的牛津學堂 來培育教育的人才 傳福音的人才 學堂中有六位老師 其中一位就是張聰明 她成為女宣教士 所以親愛的家人 張聰明女士從一個未受教育的童養席 但是因著上帝的檢選 而且是在基督裡檢選了她 她成為一個會讀羅馬字 會說英文的女宣教士 成為台灣宣教士 一個很大的祝福 所以什麼叫做 上帝要給我各樣天上屬靈的福氣 首先就是她的檢選 她的檢選會改變我們的生命 她會使長安變成什麼 聰明 好不好跟你旁邊說 長安會變成聰明 上帝的檢選會改變我們的生命 那是一個多麼大的祝福 而你我都是上帝所檢選的 不僅如此喔 上帝的檢選會繼續在我們身上工作 我們看網上看經文 謝謝 剛剛那一段 第四節 好 不僅檢選我們第四節你看 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什麼 聖節 無有瑕疵 無有瑕疵這個詞呢 如果你從就約獻祭的角度來看 你會有一個很深的體會 在救援的時候 上帝的律法規定 要獻祭的動物 必須是沒有生病 沒有殘疾 就是沒有瑕疵 因為唯有沒有瑕疵 沒有殘疾 沒有生病的動物 才能夠代替有罪的人 所以 沒有瑕疵 才能夠來到神的面前 人不行 所以 由沒有瑕疵的動物 來代替獻祭 但是 在這裡 保羅卻告訴我們說 我們已經可以來到神面前了 因為我們 已經自己是無有瑕疵了 你不用再透過無有瑕疵的 獻祭的動物 是你自己 怎麼有罪的人 會變成無有瑕疵的呢 原來就是 耶穌基督已經赦免我們的罪 過去 過去 需要流無有瑕疵動物的血 來代替我們的罪 但是 如今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已經為我們流出了保血 所以 他已經洗盡了我們的罪 赦免我們的罪 給我們來到神的面前 所以 我們不僅是無有瑕疵的 上帝是這樣看我們的 有時候我們覺得 自己的生命 好像是有一個缺憾 有缺陷 甚至你會覺得自己 是不是在上帝製造過程當中 是一個不良品 被淘汰的那一位 但是 若是你在基督裡 若是你在基督裡 天父上帝要告訴你 他看你是無有瑕疵的 他看你是無有瑕疵的 好不好 你跟旁邊說 你在上帝眼中是無有瑕疵的 成為聖結 除了是無有瑕疵 另外一層的意義是什麼呢 成為聖結 除了是無有瑕疵 另外一層的意義是什麼呢 因為分別為聖 就是神所用 已經是神可以使用的 是屬上帝的 是神可用的 所以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是聖結的另外一層意義 就是說 我們是被分別為聖的 上帝不是只有赦免我們的罪 不是使在 讓我們在祂的眼中 看起來是無有瑕疵的 上帝還要告訴我們 我們是屬祂的 並且祂要使用我們 每一次主日早上 我們都這樣宣告 不是依靠才能 不是依靠勢力 我們的服侍呢 是依靠耶和華的靈 什麼意思呢 一個服侍神的人 需要被分別為聖 不然你在世上 有再多的才能跟才華 上帝都無法使用你 你需要先被分別為聖 你需要知道你是屬上帝的 而上帝要用你 所以第二個祝福的內容就是 不僅我們是被檢選的 而且我們被檢選 是會被分別為聖的 成為上帝寶貴的器皿 好不好 跟旁邊說 你可以被分別為聖 成為上帝寶貴的器皿 第三個祝福的內容 在第五節 又因愛我們 按著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 預定我們 藉著耶穌基督的兒子的名分 上禮拜我的孩子 在這裡我為他施洗 他不僅是我的孩子 如今我知道他是天父的兒子 這是一個多麼大的祝福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你知道嗎 上帝要告訴你 你在天父上帝的面前 不是只有 只是一個被檢選 上帝可使用的器皿 他要告訴你的身份 叫做公子 叫做公主 叫做王子 你是天父上帝 你是天父上帝眼中的公主跟王子 因為他稱你叫什麼 神的兒女 他是萬王之王 他是萬主之主 而你是神的兒女 你當然是王子 你當然是公主 在經文當中講到得兒子的名分 其實在當時希臘羅馬的法律當中 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原本是非親生的人 他不是非親生的人 不是非親生的人 但經過一個領養的手續之後呢 他就成為能夠成績產業 有名分的兒女 就跟親生的兒女權利是一樣的 所以得兒子的名分 其實告訴我們 我們都是被領養的 我們不是天生就是王子跟公主 我們天生是沒有盼望的 聖經稱在世上的人叫做悖逆之死 叫做滅亡之子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未來啊 沒有未來 如果我們不認識主 我們生命就像登山一樣 一開始很辛苦 爬到山頂很有成就感 但是你終究要怎樣 下山了 我們生命就這樣 但是當我們認識主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的生命 是不斷不斷不斷的 往著上帝的呼召跟榮耀前行 我們成為神的兒女 是透過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是神所愛的 是神所獨有的 他是上帝的獨身子 但是耶穌基督是神 但是耶穌卻願意幫助我們 願意赦免我們的罪 願意幫助我們成為神的兒女 經文告訴我們 這個就是愛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 上帝你是否愛我 如果你對天父的愛是透過感覺 哇 我有沒有感覺上帝愛我 如果你對天父的愛是依照 天父你有沒有照著我 今年給你的祷告清單去 一一為我成就 那你會發現神的愛 有時候感受得到 有時候感受不到 但不是的 聖經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在約翰福音17章23節 沒有這段經文 在這一段經文裡面講到 耶穌基督為我們禱告 為我們禱告能夠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天父愛我們 就像愛耶穌一樣 為什麼 因為耶穌 在耶穌基督裡面 我們成為神的兒女 我們已經經過禱陽的手續 我們成為神的兒女 所以天父愛你 就像愛耶穌一樣 你能夠相信嗎 很難相信對不對 耶穌沒有犯罪耶 耶穌完全的順服天父耶 耶穌超有能力的耶 耶穌超有能力的耶 天父你怎麼可能 愛我就像愛耶穌一樣 但是這就是天父上帝 要告訴我們的事情 他愛我們 他愛我們就像愛耶穌一樣 你要把這個真理 牢牢地放在你的裡面 這會徹底翻轉你的生命 所以 上帝 上帝 容許耶穌基督 經歷試煉 上帝 甚至容許耶穌基督 在曠野 去面對 撒旦的試探 但是 神的力 與耶穌同在 神賜給 天父上帝 賜給他的愛子 耶穌基督 全比能力 能夠面對這些試煉跟試探 不代表他不愛他 正是因為他愛他 親愛的家人 上帝愛你 就像愛耶穌一樣 好不好跟你旁邊說 天父愛你 就像愛耶穌基督一樣 所以親愛的家人 我們有天上各樣属灵的福氣 第一個 你是被拣选的 第二個 你是被分別為聖的 第三個 你是被愛的 而且天父上帝愛你 就像愛耶穌一樣 上帝要在耶穌基督裡面 有這麼多属灵 天上属灵的福氣 你要怎麼得著呢 周報第二點 你要先看見你才能得著 你要先看見才能得著 在舊約呢有兩個人 一個叫以利亞 一個叫以利莎 以利莎接替以利亞 繼續先知的侍奉 但是他為什麼可以接替呢 因為有一段故事發生 當以利亞被告知他即將升天 離開的時候呢 以利莎是跟隨他的 他問以利莎說你要什麼 你要什麼 以利莎就講 他說 願感動你的靈 加倍的感動我 願感動你的靈 加倍的感動我 以利亞就說 這不是我能夠決定的 但是條件 我如果升天時 你如果看見我 你如果能夠看見我升天 你就必得著 不然就怎樣 得不著 親愛的家人 如果我們要得著 我們必須先看見 我們必須先學會看見 我們才能得著 我們需要有一個新的眼光 在2020年 我們要領受新的眼光 怎麼領受新的眼光呢 我們看以佛所述 一章十七到十九節 我們一起念好嗎 一二三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 榮耀的父 將那次人智慧和啟示的靈 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他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 使你們知道他的恩招 有何等指望 他在聖徒中得的基业 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 所顯得能力是何等浩大 上帝會賜給我們什麼 智慧和啟示的靈 聖靈 聖靈會賜給我們智慧跟啟示 好讓我們怎麼 真知道他 這個他就是上帝 所以你真要認識上帝 你真要認識上帝 你需要聖靈賜給我們智慧跟啟示 你就可以認識這位上帝 不僅如此 上帝會照明我們心中的眼睛 我們有肉體的眼睛對不對 肉體的眼睛 你知道當你視力檢查的時候 對不對 最好的視力結果是多少 最好的視力結果是多少 最好的視力結果 最好的視力結果 2.0對不對 是遠視 是遠視 當你視力 我們肉體有眼睛 當我們視力檢查的時候 發現我們衰退了 看不見了 你會怎樣 就要配眼鏡 你需要有一個新的什麼 視力 親愛的家人 上帝說我們心裡的眼睛 也需要有一個新的視力 我有聖靈才可以給我們新的眼光 我有聖靈才能幫助我們 有哪些新的眼光呢 第一個 知道他的恩招有何等的指望 現在家人 你我都是被上帝所呼召的 你我都是被上帝所呼召的 而且上帝稱這個呼召叫做 有指望的呼召 所以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有指望的呼召 羅馬書十一章二十九節告訴我們 神的恩賜跟選招是沒有後悔的 上帝已經檢選了你 並且上帝要給你一個呼召 並且他呼召你一生要去完成這個呼召 大家知道永康成光在這裡已經六年了 但是 永康成光之所以會在這裡開拓一個 成光教會的分堂 如果你往前看 是因為有一個人 他的名字叫顾約翰 他沒有按照父親的期望 完成音樂的學位之後 就成為音樂教師 他完成了 但他卻告訴他的父親說 他要讀神學院 於是呢 他就毅然決然賣掉他的樂器 雖然他知道賣掉樂器 到加拿大讀神學只能讀一個學期 但是因為他知道那是 上帝有指望的恩招 所以他就去了 靠著上帝的恩招 他完成了神學學位 於是他來到台灣 一開始在一間長老教會裡面 帶領青少年 他領受了開拓教會的呼召 他知道雖然他離開原本服侍的教會 他會失去經濟的來源 但是因為他知道那個叫做 有指望的恩招 於是他又辭掉了 原本的服侍開拓了成光教會 而就是這樣子 在2013年我跟師母才會被拆派 來這裡成立永康奔湯 親愛的家人 有指望的呼召不代表沒有困難 但是如果我們只看到困難 我們很容易就會放棄 上帝要我們看的是 在他裡面 在基督裡面 那有指望的恩招 我們才能夠繼續的跟隨主 不管你現在生命是在哪一個階段 牧師要鼓勵你 在2020年讓我們繼續一起往前行 一起朝著上帝給我們有指望的恩招前行 經文告訴我們 我們還要有一樣 還有照明心中的已經看見 不僅是有指望的呼召 看見什麼 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基業就是什麼 產業 產業很好了解嘛對不對 就是你可以得到一份產業 但是在經文當中 以佛所書一章11節 大家如果明天開始讀經文 你會讀到這一句 我們在基督裡面得了基業 但是這句話的意思 不是我們得著了什麼 他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基督裡成了基業 什麼意思呢 當你在耶穌基督裡被拣選的時候呢 你就成為屬神的 上帝看你就是他的產業 上帝看你是他的產業 而且上帝說是 是豐盛榮耀的產業 親愛的家人 不要輕看你自己 你要從上帝的眼光看你自己 我們既然是上帝的產業 上帝會保護我們 上帝會投資在我們身上 上帝會繼續的來照管我們 為什麼 因為他說 我們是有豐盛榮耀的產業 我們是他豐盛榮耀的產業 我們是他豐盛榮耀的產業 你要從上帝的眼光來看你自己 你是屬上帝的 你是那豐盛榮耀的產業 透過你的生命 上帝要顯出他豐盛榮耀 跟你旁邊說好嗎 透過你 上帝要顯出他豐盛榮耀 第三個上帝要我們看見的是 像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 是何等的浩大 浩大的能力 是上帝要我們所看見的 經文往下走 你會看見這浩大的能力 就是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世上還有哪一個能力 能夠勝過死亡 世上有哪一個能力 可以使人從死裡復活 我們的上帝是超越一切的 包含死亡 而如今上帝說 這個能力也在哪裡 在信的人的身上 在每一個信而受洗的人身上 上帝要把這個能力 賞給你 上帝說 你若信就必能得著 上帝告訴我們 在信的人身上 會顯出浩大的能力 所以親愛的家人 為什麼在信的人身上才行 因為 不是關乎我們能不能 會不會 這件事我到底能不能做 這件事我到底會不會完成 不是 唯有當我們有信心的時候 你才能知道 這件事要不要 能不能完成 是要看上帝可不可 這是不是上帝的計劃 這是不是上帝所要做的事 若是 他就必能成就 而唯有在信的人 他才有這個眼光 能夠看見 親愛的家人 牧師相信 不僅我們進入2020年 一年的開始 我相信我們正進入2020到2030年 這十年 我相信這十年 會有一個很大的復興跟反轉 會有一個很大的復興跟反轉 上帝會做很奇妙的工作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 耶穌基督曾經做過 曾經經歷過 會再一次的彰顯在我們當中 在這世界上 絕望的人 他們會開始來到教會 來尋求希望跟幫助 我們一定會經歷 醫病趕鬼 傳福音 就是主耶穌基督曾行過各樣的事 我們也必定要能行 而如今 耶穌基督是透過誰行呢 透過牧師嗎 不是的 是透過每一個信的人 因為 唯有在信的人 你才能 讓神浩大的能力在你的身上 每一個凡信的人 我相信在這黃金的十年 在上帝要做極大作為的這十年 你一定能夠經歷到 你會在當中有一份 但問題是 你信嗎 你信嗎 不是我們會不會 不是我們能不能 而是我們的上帝 可不肯 你要有這樣的信心 西伯爾書十一章一節 信是守望之事的實體 未見之事的確確 讓我們帶著信息 我們必能看見 靠著那加給我們力量的 我們凡事都能做 好不好 跟你旁邊說 靠著那加給我們力量的 我們凡事都能做 感謝讚美主 最後我們來看 在以佛所述一章二十到二十三節 作為我們今天講到的結束 我們一起念一二三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運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從死裡復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遠超過一切执政的 掌權的 永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近世的 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 又將萬有伏在他的腳下 使他為教會做萬有之手 教會是他的身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親愛的家人 上帝要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上帝要把各樣属灵的福氣 賜給我們 上帝要照明我們心中的眼睛 讓我們在2020年我們有一個新的眼光 可以看見我們有何等指望的恩召 我們是何等榮耀的基业 並且在信的人有何等浩大的能力 不僅如此 不是只有一個人 上帝是指著整個教會 上帝的權柄是勝過一切的 不管是過去的將來的 不管是属灵器掌權的 或是地上掌權的 上帝的權柄都勝過這一切 然而教會在哪裡呢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基督是萬有之手 而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意思是上帝的榮耀也要藉由他的身體 上帝的作為要藉由他的身體 上帝的恩典跟奇妙要藉由他的身體 我相信在將來的十年 教會會很清楚地看見這一切 但問題是身為基督的身體 我們是不是一個健康長大成熟的身體 作為基督的身體教會 我們是不是一個健康長大成熟的身體 我們會不會就像希伯來書裡面講到的 那一個只能喝奶還不能吃乾糧的 我們不懂得分辨什麼叫做合乎真理 什麼叫不合乎真理 我們沒有辦法分辨神的旨意 我們遇到世上的這些挫折 我們還用世界的方法在處理 我們是不是很容易被困難一擊就打 我們是不是還在依靠自己 親愛的家人 我相信今年上帝要幫助 永剛成光的家人們 健康的長大成熟 我們才能夠承受上帝 要在我們教會當中彰顯的榮耀 既然是肢體 是身體的一部分 上帝必然在我們身上會來做工作 會幫助我們生命健康的長大成熟 雖然我們都不完全 但就像一開始那個登山的照片一樣 我相信當基督的身體緊密的連結在一起 我們領受天父的愛 並且我們與神的愛彼此相愛 我相信這個身體會越來越健康 這個身體有意志的能力 當不健康的來到我們當中 我們有意志的能力 因為上帝的愛在我們當中 讓我們開始願意走出我們的舒適圈 你是有一個有指望的護照 你要看得見 你在上帝的眼中是榮耀的基頁 你要看得見 並且上帝說信的人並有浩大的能力 相信主在新的一年 必然會幫助我們每一個人生命 長大成熟 好承接主要給我們的榮耀 2020新的眼光 你是一個蒙福的人 並且你是一個有指望的人 並且主要告訴你 你是他豐盛榮耀的產業 他必賜給你好大的能力 因為你信他 我們一起來祷告